中央氣象局20號上午發布強烈颱風10-2的陸上颱風警報 台東縣災害應變中心立即成立一級開設 並在當天下午進行了第二次工作匯報 然後明天晚上八點的時候 位置大概已經到了台灣的西南部 針對我們藍維根立島海岸地區的一些民房跟民宿 特別提出警告 希望他們在浪大的時候能夠做事實的一個撤離 不過記得我早上講過了 如果確實要做封閉的話 最好有可能提早1-2個鐘頭宣佈 必須要經過的測量還有時間 再封閉以前去做適當的測試 縣長指示 針對一發生災害的地區 要求相關業務單位確實做好防範的措施 隨後現場也立即連線視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向總統報告目前台東的狀況 跟總統報告我們今天早上的8點30分 就已經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到目前為止已經開過兩次的工作匯報 各個單位就防災整備的工作都已經整個完成 天土逃風會在21號以後 風勢和雨勢更加明顯 民眾務必做好防臺準備 嚴防強風、豪雨所帶來的災害 東南新聞、陳進雄、台東市報導